耳機很重要, 要把耳機當成你自己 首先是維修開始 通常插頭沒有聲音、斷線等等 維修要換線、插頭、單元 有很多東西 有些更好的零件 慢慢演變成一個改裝 有些是改插頭 有些會將單元拆出來 將它變成改模 變成絲模 如果變成絲模 可以加上單元 有很多東西玩 如果一隻原廠耳機過來 我不想拆開它, 因為牽涉到保養 可能有些是換線 都屬於改裝的一部份 例如535、UE900 這些都是現在 比較多人入門 會買的型號 但他不想花一萬多千元 去買耳機 可能想花三、兩千元 去更新器材 這些便適合他使用 例如一般來說 一般來說 客人來到耳機在現場 我們先去看看 有什麼壞人的頸 例如剛才說 我只是把一隻沒有換線的耳機 改成有換線 可能師傅在這裡做 其實半個小時 已經可以拿 但是如果你說 有些牽涉到絲模 我們要傳到工作廠 可能是一個月 可能是一個半月 有時會牽涉到一些 訂零件回來 有些特別難訂回來 要找的 可能要再久一點也有 或者是有一些 動圈的耳機 動圈的耳機 它的口繩很重要 它的口繩是牽涉到 它整個acoustic 它的發聲 一有改動的時候 很容易出現 牽涉到這些耳機 又要隔外小心去做 很多人選擇線 一過來就可能 我要銅線 我要銀線 或者是怎樣 其實現在它所用到的理論 已經不止是物料 它裏面有很多線材結構的理論 有很多對線材處理的treatment 已經加了在耳機線 這個東西 很多時候 會變成 客人走進來 我想要些什麼 什麼價錢 我們幫他選幾條給他試 他先收窄了他的目標 然後再在當中 他自己試聽 試聽到對 才會去買酒 其實這個目的 都是不想客人買錯的 開始越來越多 通常都是一些品質簽資 要維修 然後拆開它來看 它整個升降的條件 很多都是錯了 上位都錯了 五花八門什麼都有 對於這些反而是我們最困難的 因為我每一個個個案 都要去重新inspect 它裏面的原件 才能幫到客人想解決辦法 試過有個客人 是一個女生 拿著耳機拿過來 很便宜的耳機 可能當年買都是百多二百元 無論多少錢都要把他 原來他爸爸的遺物 照做完出來 其實真的做得很辛苦 因為越便宜的耳機 你越難找配件 儘量做回原裝 整件事都幾觸碰 如果你在件事裏面的時候 幫他做到這件事 而他見到他很開心地拿著耳機走 好